在屋頂種花植草還曬滿棉被跟衣服 舟山區某棟大樓的城市管理員 被當地住戶投訴是台版寄生上流 因為長期住在頂樓加蓋的鐵皮屋 卻沒繳房租 還和住戶收取管理費 甚至在公共安全梯堆滿衣服跟雜物 住戶也投訴 日前水管破裂 成型管理員卻沒找正式水電人員維修 只是簡單用水泥填布 讓他們感到很不安全 直言像是住在鬼屋 引起爭議的就是位在中山商圈的 這棟大廈 這裡住商混合 可以看到一樓有非常多的商家 那我們實際詢問了住在附近的住戶 許多人都說對這件事情實有耳聞 但都不願意多做評論 去年大樓成立管委會 想和誠信管理員交接 卻被他提告偽造文書 因為誠信管理員堅持自己 才是真正的主委 記者在現場實際找到誠信管理員 但他不願意接受訪問 他說自己入住近三十年 一直都有繳房租 而相關爭議將在法庭上 和管委會對付公堂 華視新聞黃天麗齊庭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